我们这个世界有地狱 地狱在哪里 一般人看不见 为什么 地狱不是人造的 不是人设计的 我出学佛的时候 遇到一个老巨寺 朱荆州 老巨寺 在台湾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张太炎的女婿 像我们这种年纪 提起张太炎都知道 民国初年 中国就过去大死 在国内很有名望 我跟朱老认识的时候 那一年我刚学佛 26岁 朱老那一年 69岁 差一岁七十岁 他大我39岁 看我是孙子辈的 小朋友 他是修科学的 抗战期间 他做过四川 青海 水武局的剧场 抗战胜利之后 他是浙江人 温州的 做过浙江财政厅厅厅厂 三十七八年 他跟政府 到台湾 我刚刚学佛 就有一个朋友介绍 因为他也是 印光法师的弟子 跟李老师同学 那么对于年轻人 学佛 他就很喜欢 他的故事很多 全是轻身经历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三桩事情 他跟我讲的 第一桩就是 他的岳父 张太爷 在世的时候 曾经做过 东岳大帝的判官 判官地位很高 像秘书长一样 东岳大帝 管六个神 这六个神里头 人生死都给他管 判官地位很高 应该是判官 恐怕有四 离开了 他就代理 代理一个多月 很辛苦 白天要上班 办公做事情 晚上要到轨道里 去上班 到晚上 就有两个小鬼 他抬轿子 迎接他 在家门口 上轿之后 就好像 在空中飞行一样 不像是在地上走 时间很短 就到达 东岳大帝的 这个庙 那他办公地方 上班地方 他也常常 把晚上 在轨道里面 上班的事情 给这些 好朋友 常常在一起的人 聊天 谈这个事情 有一次 他是虔诚佛教徒 向东岳大帝 建议 炮乐的刑罚 这很不人道 能不能把它废除 炮乐是 铜柱子 把它烧红了 这个犯罪的人的时候 就抱这个铜柱 那一抱的时候 整个身体都烧焦了 那就像烧烤一样 就是那种刑罚了 非常之可怜 能不能废除 东岳大帝 就派了两个小鬼 带着他 你先到刑场去看看 回来再说 小鬼带他去了 他跟着两个小鬼就去了 到刑场 小鬼指出 到了 他看不见 于是忽然就想到 佛经上所说的 业力的变性 你没有这个业力 就不会有这个境界 不是炎乐王造的 不是炎乐王 设这个地狱 所有地狱都不是的 是你自己 罪业 变现出来的境界 那么我们就明白了 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无界修行 功德变现的境界 不是造的 没人设计 也没人去建造 这也是 佛经上一句话说 一切法从心相生 你不善的念头 敢不善的口报 不是人造的 与什么人都不相干 与佛菩萨不相干 与上帝不相干 与鬼神 与严慰乐王 都不相干 自作自主啊 他在恍然大悟 以后再不问了 所以这是我们 不可以不知道 就像我们做梦一样 梦是从哪来的 谁给你设计的 谁给你这个教导的 没有 都是自己业力变形 所以我们做梦 梦醒之后 好好想想 慢慢的 佛经上讲这个道理 你就能悟出来了 我会变形 我会变形